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如说 我买了货还没付款 那是一个应付账款 我开了票还没有付款 我应付账款清场 但是我清场还没拿现金 我是拿开票 我开了一张本票给我的卖方 所以他卖给我 就是跟他买的 就是他卖方 那这个产生应付票据 那这种营运上面所产生的债务 都会是在短时间 就必须清场的 那如果你需要资金的话 那表示你需要的是 你会要运用在你的营运上面的 那这种资金通常会时间比较长 所以你通常会是一种 比较正式的借款方式 那借款呢 我说有两种 我们说资金来源两种 好 这个 一个发行股票 一个就是什么 发行借钱 那借钱呢也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跟少数的债权人借钱 另外一种呢 就是跟社会大众借钱 好 那我们上个礼拜 其实有提过 如果你是像那个单一的债权人借钱的话 比如说你跟银行借钱 好 那你的债权人就一个而已 所以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只要跟银行直接去协商 协调就可以了 只要直接跟银行去沟通 但是如果你的 那我说了 其实我们当时候也讲说 那个银行呢 你如果需要大笔的资金 其实你很难跟单一个银行 就借到足够的资金 所以我说当时候像高铁呢 它其实是跟银行团 那银行团就表示 它不是只有一家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我隐约记得好像有十家银行 共同连带 高铁所需要的 这个新建的资金 好 那不管你是 你只要跟银行 不管你是跟一个 跟五个 跟十个 都还是容易 把大家 各个银行的代表人 然后找来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但是如果你另外一种方式呢 你需要资金的时候呢 那你可以跟这个 所谓的 游资 就是跟社会上小额的 就是有钱的 也不是有钱 有闲钱 小额嘛 就不能讲有钱 你有一千块也是有钱 好 但是一千块你不能做什么事情 但是 所以呢 如果公司要需要资金的时候 它可以跟社会大众的 小额的投资人 或者是小额的借款方式 就像学校呢 当然我先帮学校做一点 非广告 而且哪天我才听到 好像清大在 他有一个募款的计划 我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只是讲 他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 他叫募一亿 那募一亿的话 听到人讲说是 要找到一百个 清大的毕业校有募一百万 那就有一亿 好 那当然 依清大这个历史悠久 然后清大又是 毕业生很多 可能就在足科 都算是有钱人 可能捐个一百万 不成问题 那但是如果对于 我就在想说 学校 因为学校募款也是一个 学校很重要的一个工作 那 如果学校要募款 其实我们在 金融海商那时候 其实有 对这个发动 所谓的小额募款 大概成效怎样 我不晓得 但是我觉得小额募款 这是一个可行的方式 也就是说 你要捐一个一百万 说实在 不是你拿不起来 我拿不出 我也拿不出来 谁的手机 可能要把他关一下静音 好 那如果你跟我说 好捐个一千块 那是没有问题 所以如果 每一个人都可以捐个一千块 那募款出来的金额也很庞大 所以这是小额募款的功能 而且你可以比较持续 比如说我每个月呢 我就是捐一百块到 比如说到育幼院 比如说像我长期有在捐给养老院 每个月一千块 好 那这个我负担得起 可是你要我一次拿出十万 对不起 我拿不出来 我也没那么多钱 而且我也没办法 但是就是一次性的话 你说好 因为现在有个 昨天晚上吧 昨天晚上我听到一个新闻 印尼发生西级的地震 但灾情怎么样 不晓得 如果像这种的话 你说一次需要我拿出 比如说五万块捐给 这某一种某一个重大灾害 我是觉得可行 可是你如果要我长期都固定的话 有点困难 好 就我没办法每次 我薪水都只有这么多这样而已 我捐给你 我吃什么 所以基本上 那种持续性的小额捐款 其实是可行 那我是跟同学讲说 未来如果你小有一点点能力 不要很大的能力 有一点点能力 好 那你如果可以 你每个月或者是 不要说每个月 你一年捐个一千也可以 好 如果你可以每个月 你就每个月捐个一百 如果当然 那重点就是你对学校认同 好 所以这个我们学校也 这个校长来在很多的会议上面 也都跟行政人员或者是老师们 都是讲说 我们怎么样让同学 对学校要有情感 这样你才会愿意付出 好 那当然我觉得这是必要的 好 题外话就讲到说小额的 如果说我公司需要资金 然后呢 我的想法 我的处理方式 我是跟社会大众的油资去募款 像我们也有政府公债 政府公债一张的面额就是十万块 好 那所以现在就我所知 应该一般公司发行公司在 我们现在股票一张是一万块 一张是面额是一万块 一千股成商面值十块钱 所以是一万块 那如果发行公司在 我没有买过公司在做我不知道 好 政府债券我好像有买过 我记得一张都是十万块 也许公司在也是面额十万块 但是你真的买到的钱 不一定是十万块 好 因为会有所谓的票面利率跟市场利率的不同 好 所以我们在谈如果公司呢 他需要资金 他用借钱的 那借钱他不是跟单一个债权人 或少数的债权人借钱 而是跟所谓的投资人借钱的话 那这种就是发行公司债 好 这种因为是私人发行的 好 公司发行的 各营利事业发行的 我们叫公司债 那如果政府发行的 我们叫做政府公债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公债的发行的价格怎么决定 好 因为我们说公司债的发行价格 会受到什么影响呢 受到所谓的票面利率 既然是一个债 只要你借钱 债权人 为什么要把钱借给债务人 他目的就是说我可以赚利息 好 就是他的报酬 通俗一点讲 就是要利息 但是我们不要多面向的讲法的话 我们就说他是用获取的报酬 只是报酬这个名称 我们叫做利息 那这个利息呢 当然是一 如果大家我们第三章 在学调整的时候 就是讲我们的利息 不用怎么算 是不是票面利率 票面金额乘上 票面利率乘上 复息期间 就是我的利息 好 那所以我们会受到的是什么 利率 这个利率呢 我刚讲说 债券上面会有个票面利率 因为开始发行的时候 它上面就会写清楚 好 这张债券的面额是多少 然后利率是多少 怎么复息的 什么时候到期的 这个债券上面都会有展明这些资料 好 那这些 所以我们上次有看过债券的样子了 好 所以它会有个票面利率 但是票面利率有时候会不等于市场利率 那市场利率 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 市场利率是 所谓的有效利率 市场有效利率 市场就是什么 就是说 不是公司内部自己去评估的 而是受一般的人 对这个市场上面 对这家公司给评估的一个利率 那我们说市场有 这个叫做有效利率 也可以叫做市场利率 那我刚刚讲说市场 那不能现在市场是大家都看得到的 但是不意味着每一家公司的市场利率 是一样的 因为我刚讲市场利率也是我们所谓的有效利率 那市场利率或叫有效利率 它每一家公司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说了 这个有效利率的决定 藉由三个 三个东西来组成的 如风险报酬利率 还有通货膨胀率 还有风险贴税 那我们说前两个 可能每一家公司面临的 所以每一家公司的这个资料都一样 好 因为拿台湾来 拿目前来讲 比如说2月份的通货膨胀率是1.8还是2吧 1.8 好 那现在呢我们的这个无风险报酬利率呢 无风险利率呢 我们再讲也把它想成银行的利率 好 那现在假设银行定期存款利率大概就1.3吧 好 那所以这两个是每个人都每一家公司面临的都一样的 但是后面风险贴水 就每一家公司不一样了 好 我说如果公司很稳很稳健的 比如说拿台积电好了 台积电它的风险贴水就会很低 因为它没有什么风险 好 所以它的风险贴水趋近于零 好 那如果说 比如说浩顶好了 好 现在浩顶的风那个这个这个市场声音很多嘛 好 好 所以也许市场上面对它的风险贴水就会要求比较高 因为风险高报酬就会高 好 所以我们就会有什么 市场利率跟票面利率的不同 好 市场利率 那我刚刚讲过了 这个市场是指这个商场商业环境里头对这家公司的评价出来的利率 好 所以我们知道市场利率有时候又叫做有效利率 那这两个不相等的时候 我的票面金额就不会等于我的发行价格 我们先从发行价格开始来谈 这个公司要发行债券的时候 它的发行价格怎么算出来的 所以会受到什么影响 但第一个会受到的是你的利率跟市场利率 票面上面的利率跟市场利率也不一样 不一样的时候我就会产生折议价 好 如果我的票面利率比较高 市场利率比较低 什么 票面上面 假设市场认为我这家公司呢 还蛮安全的 好 所以呢 他给我的有效利率评估出来是3% 但是呢 如果我下面利率上面写的5% 那是不是很多人就会来抢 因为我买你的债券可以拿到5%的利率啊 我把我把钱存在银行里的利率比较低嘛 好 所以这个时候市场就会抢 对不起啊 不用漏页排队 因为你不需要抢 为什么 因为他一定会依市场的有效利率去发行 所以这个时候表示我发行的价格会大于票面的金额 这个叫做溢价发行 好 这个叫溢价发行 好 因为票面利率比较高 市场利率比较低 比如说我刚讲票面写5 但是市场评估呢 我这家公司给我的市场有效率只有3%而已 好 那表示什么 表示我现在去买这个债券 我会赚到比较多的冒酬啊 就会拿到比较多的利息啊 所以大家就会抢 抢的话我们最常抢的方式 我记得前几 大概前五六年之前吧 每一次台湾银行大概每一年年底 年初都会去发行什么套币 那就会很多人去排队 为什么要排队啊 因为他发行有限嘛 所以他发行了之后呢 他买到之后呢 他再去卖 他就可以赚价差嘛 因为大家都学过经济学嘛 你的供期有限的时候 你的价格就会上涨 好 所以呢 这个就会有这种情形 但是我跟你说呢 这种公司在发行的时候 你不用排队 因为他不会 不是你先排到的人就可以买到 不是 他一定会什么 溢价发行 那溢价发行是根据什么 我的市场利率去算他的发行价格 相反的 如果是这样 市场利率比较高 但是我票面上面的利率比较低 没有要买 好 没有要买 那公司一定会什么 降价 所以他发行价格一定会低于票面的金额 这个时候我们叫做折价发行 Discount 叫做折价发行 好 所以到时候我们就是要来根据这个概念 去算他的发行价格 好 所以公司 发行公司债的时候 他先把他的条 就是这个债券的相关资料都订清楚了 比如说我什么时候要开始发行 我的票面利率是多少 我面额是多少 什么时候到期 他都订完了 好这张债券都印好了 好 那我要真正发行的时候 我的发行价格 我去发行的时候 我可以拿到多少钱 这个叫做发行价格 那发行价格就会受到市场利率 跟票面利率 有没有差异而导致的影响 所以我们要谈 如果我的票面利率 先抢这个好了 票面利率比较高 市场利率比较低 我们会怎么去计算他的发行价格 所以我们假设是这样好了 假设市场利率是5 市场利率是3 票面利率是5 好 那我们现在这个公司站的发行价格面额 非什么 假设是100万 好 每年 这个每年12月31号 年底复利息 然后呢 是5年期的 这张债券 从发行开始 从发行日开始 到他的那个 到期日就5年 好 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条件 怎么去算他的发行价格 所以我现在先讲 第一个 我的发行价格 会跟面额一样吗 有可能一样 有可能不一样 那会一样还是不一样 受到这个债券的票面利率 跟市场利率 是否相等而有影响 所以我们来谈一下 如果是相等 那当然票面利率 就会等于发行价格 那如果不等 好 我的票面利率比较高 市场利率比较低 那我会怎么去算我的发行价格 我们上个礼拜已经先看过 在我们的课本的附录上面有 1吧 我还记得是716页后面的 那个附录 那这边有716页 在1的部分 1 它的有个复利限值表 第一个Table3就是限值 那Table2就是年金中值 年金中值 Table3 我们会常用到的是Table3跟Table4 好我们要算发行价格 现在的价格是多少 好 那我们从刚刚这个例子来看 我们怎么去算我的发行价格 好看一下 刚刚谈到呢 我现在要做的事情是我的issue price的计算 怎么算 100万 我每一年付多少利息 赶快 我每一年会付多少利息 付多少利息 我现在借100万 然后根据上面的 我每一年要付多少利息 应该很简单啊 5万嘛 100万乘上5%嘛 因为我票面利率不是写在那里吗 票面利率就5嘛 好 所以呢 我的票面利率是5% 好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他应该要付几年 付5年啊 付5年 他要付5年 好 那我现在讲一个概念就是说 所谓的限值 我上次应该有讲过了 三年之后的100万 跟现在的100万等不等值 不等啊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把这个金额推算到现在的价值 好 今天假设是2016年的1月1号好了 好 我从1月1号开始算比较简单 好 那我第一次付利息是2017年的 2016年的12月31号 第二次付利息是2017年的12月31号 好 一共要付5年 好 那现在看一下 我现在要算的是现在的 叫做发行价格是现在啊 好 所以我们要把2016年我第一次付利息的5万 值现在多少 第二年2017年我要付一个5万 值现在多少 对吧 所以我要算的是现在的价值 你不能 你要把年底的5万推算过来 折现过来 那值现在多少 就是我现在的发行价格 好 所以 基本上 我的算法里面 因为我要把每次付利息都折现过来 好 所以第一次付利息2016年的我要折现一起 好 然后第二个呢 第二年付的5万 好 我这边把它直接算出来 要折现2期 然后再来第三年呢 是折现3期 再来 第四年呢 折现4期 第五年呢 好 加上第五年我的付利息 第五年我还要付利息啊 好 折现5期 好 这边是不是5期 所以利息的部分 我每一年年底 付利息要去折现 相当于2016年的年初是多少 那再来 20 六 六七八九十 2020年的年底 我也要还本 除了付利息之外 我还要还本啊 年2020年12月30号的这个100万 相当于2016年的1月1号 多少 多少钱 所以 那也要算一次 限值 所以最后 我还要再算一个什么 五年后的100万 值现在多少 好 这是第一个 我要把每一年付利息的时候 付利息的金额去折到现在我的发行 它的限值 所以我说 你知道想 三年 一年 现在的利润很低 年底的五万跟现在五万可能差不了太多 所以我在想说 讲远一点点 五年之后的100万跟现在的100万也不一样 一定不一样 所以我要去算它的限值 所以要折现五期 因为它五年 好 那现在 我们来看一下是 那我折现怎么 我的折现是用多少利率去算呢 我刚刚讲了 因为我的市场利率是3% 所以我折现的时候就用市场上面 评估我这家公司的有效利率来折现 所以我这边的折现率都是3% 好 这边也是3% 好 这样看懂了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哇 这样子好麻烦喔 你看我这样 如果五年我就要算这 算了六个数字出来 那如果十年呢 我不是还在算这那个 十一个数字吗 那基本是不是很麻烦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呢 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什么 整理出来呢 这个就是五万嘛 这个就是五万 所以你可以发现 我都是一个五万 乘某一个 这边都不一样 是这边不一样 大家应该数学都很好 所以呢 我是不是可以把它写成 五万去乘上 这个 复利一次的3% 复利两次的3% 就是把这个抓出来 就单独 一直到五期的3% 最后再加一个这个 到期的一百万 五年之后的一百万 直限在多少 好 好 那这一个 这三个 这个五个都是什么 复利限值 那复利限值呢 我们可以用Table4 Table4呢 就它告诉你说 家里利率3% 其数是5 是多少 所以我的年金限值 是复利限值 加过来的 你可以试一下 我们看Table3 好 我们看那个 那个 18 这是我们的 这本书的附录里面的 18 然后你可以看一下呢 4%的 我们看现在Table3 我们看最前面就好了 4% 其数是1的时候 是 0.96 154 其数是2的时候呢 是 0.92 456 好 你把这两个加起来 去对照一下 Table4 好 再看一下 Table4呢 利率是4% 其数是2 它是不是1.88609 你刚刚呢 把Table3的 其数是1跟2的 4%的 加起来 是1.8861 就跟这边的1.88609 因为它是四则五入的关系 好 就产生这样的结果 这样看到吗 所以我的年金限值 我先告诉你 年金限值就是复利限值 合计过来的 你看它 其数1的时候都一样 Table3跟Table4 其数是1的时候 在每个利率的情况之下 Table3跟Table4是低行 其数是1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其数是2的时候 就不一样了 那 Table4的其数2 Table4的其数2 就是Table3的其数1加2来的 你可以自己计算机拿出来 按一下 加一下就知道了 好 所以我只告诉你 Table4是Table3 整理出来的 就是我把Table3 汇总过来的 所以你这时候 你就不用那么麻烦 一个个算 好 所以呢 考试的时候一样 我会给你一个 年金负利限值表 限值表 年金限值表 所以两个都会给你 好 负利限值跟年金限值 好 所以呢我们看一下 我就把这个地方合起来写 所以我这是什么 5万去乘上 大P 我们的写法习惯 小P是指负利限值 大P指年金限值 好 就是每一年都会相同的金额 所以我们说你借钱的时候 就是固定的时间 支付固定的利息给投资人 固定的时间 支付固定的利息给投资人 好 所以呢我们这边 其数是5 利率是3% 加上100万 5年之后的100万 5年之后 因为我只付一次啊 所以不是年金 年金的意思是 每年在固定的时间 支付固定的金额叫做年金 好 那我现在还本呢是5年 到期就一次还本 所以就只有一次而已 所以它不是年金 它没有每一年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算的是负利限值 好 那我们就查表啦 查表呢 你可以看一下Table 4 其数是5 利率是5% 4.32948 这个算出来是4.32948 好 4.32948 然后我们再查一下利率是 好 没错 对不起我看错了 我查到3 查到那个5的 这里没有给我们5的 没有给我们3 考试的时候会给你 你就跟我这样查一样 如果你这边是奇数是5 算出来会100万 但是我们现在是起 利率是3%而已 所以这个数字 好啦 那因为课本上面没有3%的 我根据课本上面 不要拿我的给你们看好了 因为让你们自己练习怎么去 对照那个表 市场利率是4% 好 这边全部都改成4 市场利率是4% 不是3% 好 因为表上面才有这个4% 好 所以我现在一样把它改成4% 都是4% 好 所以这边也相当是4 4% 对不对 所以查一下我们负表4的利率4% 5期是4.45182 好 4.45182 好 这是我们的table4 看得到的 然后看一下呢 负利限值就是table3 好 利率是4% 5期呢 是0.82 193 所以你把它乘出来 在你称出来的结果之前 你要先你心里头要想 要先知道 我算出来的金额会大于100万 还是小于100万 先讲 在票面利率5% 市场利率4% 我算出来的结果发行价格会大于100万 还是小于100万 会比较大 因为票面利率5啊 那市场说我这个公司如果要借钱 根据我的财务状况的话 我只要用4%就可以借到钱啊 就像给人家5大家是不是抢 我是不是讲了 票面利率比较高啊 大家会抢 我说不用抢 我就是溢价发行 溢价就是超过面值 叫做溢价 所以我这个算出来的结果 你心里还没有算出来之前 你要知道 你的结果一定要是大于100万 小于100万就不对了 因为我是溢价发行 好 那我们算了 好 5万去乘上 4.45182 加上100万乘上点 82193 是不是1044521 有没有大于100万 有啊 如果我先 我只是告诉你说 你要先去判断 结果一定要大于100万 如果你算出来的结果是小于100万 就表示你算错了 你已经先判断出来 我现在票面利率高于市场利率啊 我说你就要去想 它不是一个很复杂 我只要想说 市场上面说 你只要用4%就可以借到钱 我现在发行一个债券5%的 大家是不是会来抢 因为我的利益报酬比较高啊 所以他一定会抢 所以你只要有这个概念 你就知道 你要抢 对不起不用抢 大家通通可以买到 你有意愿买得到 你有意愿的话 你买得到 为什么 因为我用市场利率去发行 所以我发行的时候 我用1044521 所以你到时候 真正拿到的利息还是4% 真正 你拿到的现金是5万 那没错 但是你真正负担的 或者是你收到的报酬只有4% 因为你花的本金比较高啊 这样听懂吗 所以我们在想说 重点不在于你收到 我跟你收1000块的利息 我也跟他收1000块的利息 你很高兴 我很公平 因为我付得 我付 对不起啊 我付给他1000块的 我跟两位同学借钱 我付给他1000块的利息 我也付给他1000块的利息 两位同学说 你收到多少利息1000块 好高兴啊 我们两个都一样 老师没有差异心 然后再问 你借老师多少钱 我借老师1万块 你借老师多少钱 10万块 谁的利率高 他借10万块给我 我只给他1000块的利息 他借我10万块 我给他1000块的利息 当然是 这个借10万块的 亏很大啊 对不对 他算出来的利率 假设一年付给他1000 他才算1% 我付给他利率 年利率就10%啊 是重点 不在于你收到多少利息的现金 或者是你产生多少利息的费用 而在于你的利率是多少 对不对 我说我跟他接业 我付给他1000块的利息 我也付给他1000块的利息 那你说哦 两个利息都一样 所以老师很公平 所以老师很公平 但是再问下去 他只借我1万块 我给他1000块的利息 他借我10万块 我只给他1000块的利息 那有一样吗 当然不一样 当然不一样 所以以后你要在意的是 利率是多少 你不要在意利息是多少 利息是算出来的结果 要算的是利率 在意的是利率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我发行的时候 会拿到的是这个金额 那你说 那怎么会是利率还是负担百分之次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写贪销表 好 我写一次贪销表给你看 这个贪销表太重要了 初块这里我们大概第一次看到 外点到中块 非常多的章节都会用到 都会用到这个贪销表 好 这个概念非常重要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好我把它擦掉好了 因为写在这里 可能大家比较容易看得到 好 我现在发行的金额是1044521 等于我跟债权人借到这个金额 但是你记得 我到期的时候还多少钱 5年到期了 我还的是多少钱 5年到期我给还多少钱 100万嘛 对不对 我不是说呢 这个命额是100万啊 我刚写了 命额是100万 意思到期我就是还这100万呢 那固定的时间我支付固定的利息啊 这样听懂吗 我到时候我只 我现在发行我拿到104万多 但是我到期的时候 5年到期我只还人家100万 因为票面金额就是100万 好 所以 我如果当时候承认的负债 有104万多 那我最后只会什么 只剩下100万要还呢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跟 那个我们的固定资产 是不是要做折旧费用贪销 很像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 要针对溢价去做贪销 所以我们要做贪销表 其数 付利息的现金付多少 我承认的 intress expense 我的利息费用是多少 中间的差就是我要贪销的金额 接下来就是我的什么 这张债券的账面金额 好 这是我贪销表的格式 那一开始我这张债券 账面金额多少 票面金额 票面金额 票面金额是多少 票面金额100万 发行当时我的carrying value 快那个我们的债券 它的账面金额 一样叫做账面金额 但是我们用的英文名称 用的英文字眼不太一样 它不叫boot value 我们这债券叫做carrying value 是104 4521 好 我现在就是要把这个债券呢 一开始是这个金额 账面金额是这个金额 但是经过了5年之后 好 我要让它这个账面金额等于票面金额 就是多少 100万 这过程怎么让它变成100万的呢 就是我们要借由这个贪销表来计算 好 第一个 我每一次付利息的现金都付多少 我付利息付多少钱 5万啊 对不对 每次付利息5万 你看我前面已经算过了 要付几次 付5次嘛 每年年底付5万 每年年底付5万 好 那我真正的利息费用呢 我们说的利息费用是什么 借款的本金去乘下 我当时候的市场有效利率是4% 所以我的利率是4喔 我的利率是4 票面利率算是5 但是我说了 因为发起的时候溢价 所以实质上你的利率就是4% 那我现在证明给你看 是不是真的这样子 那4%的利率去乘上我的借款的本金 一开始我只借了 因为我发现我拿到这么多钱 所以我就是借这么多钱的意思 所以我是借了1044 521 第一次我算利息的时候 我付的利息是41781 我付41781的利息 好 那我付这样的利息 我承认这么多的利息费用 可是我实际上付的现金有这么多啊 所以我就中间的差 就是我要贪销的金额 好 我要贪销8219 也就是说我付的5万里面 有一部分是承认利息费用 有一部分是还这个负债的本金 因为我开始借这个金额 那我还了这么多 所以我的carry value 我的账面金额 就会从1044521调整为1036302 这个数字是上一期的账面金额去减掉 这个数字是上一期的账面金额去减掉 这个贪销的金额 让它调整之后的账面金额是变成这个金额 好 5年都这样算 算到最后的结果会等于100万 到期日会等于它的 到期日的时候 它的账面金额会等于它的票面金额 好 所以一路算下来 第二年的利息费用怎么算 这个金额去成长4% 好 因为只有5年而已 我可以算一下 41452 41452 好 跟5万比较 差了8548 我探下了8548之后 1036302 就调整为1027752 754 1027754 好 1027754 10188 所以是411 41110 好 然后我冲销的这个金额之后 我承认这个利息费用我要摊销的金额是8890 摊销 摊销之后 我的账面金额会从1027754 调整为1018864 第三年一样 第四年一样 这个金额去乘上4%的利息利率 乘上4%的利率 所以我承认的利息费用是40755 好 40755 跟5万 差了9245 所以呢 我看一下的这个金额 原来的1018864 就会调整为10090 1009619 好 一样第五年我又付利息 好 那我的利息费用一样乘上.04 所以是40384 好 所以最后面呢 可能会有一点尾数差 好 因为我这边呢 要摊销的是96 9619 好 所以我这边尾数要改 要调整一下 所以我是40381 好 差了3块钱 好 40381 这是调整尾数来的 好 那因为我承认的利息费用是这个金额 所以我最后要摊销这个金额 我摊销完之后就等于账面金额 等于票面金额了 我的账面金额就等于票面金额了 这个就是摊销表 所以我到时候这公司债的账面金额就100万 就等于我的到期值 我就是要还100万啊 这样看懂吗 好 所以我先写摊销表给你看 我就说 我现在因为票面利率高于市场利率 所以我溢价发行 我一开始发行的时候 债券借我的钱是104万多 但是我最后只会还他100万 那这4万多最后怎么会突然间不见了呢 不是突然间不见了 在这个债券的存续期间 有系统的摊销掉了 这个就是债券折溢价的摊销 这个摊销方法叫做有效利率法 因为我每一年承认的利息费用都是4% 同一笔借款 同一个时间发行的条件都一样 那我在存续的期间都是负担同样的利率 好 这个叫做有效利率法的摊销 好 那你可以看一下 有吗 他真的都负担4%吗 可以很简单吗 你看 我第一年借1044521 我一发行的时候拿这么多钱 那我第一年承认的利息是41781 第二年 我借的钱 我是负担 我借的钱就变成什么 1036 302 好 第一年我摊销完之后 我第一年年底欠人家这么多钱 那年底欠人家这么多钱 就是我第二年要负担的利息是41452 第三年 我第二年年底是剩下欠1027754 好 等于第三年年初我欠人家这么多钱 第三年我负担的利息是多少 41110 所以这个利率都一样 都是4% 好 所以同一笔的借款 同一个时间开始发行的 他负担的实质的利率都一样 这个叫做有效利率法的贪销 这样看懂吗 好 所以这边我讲两个东西 第一个 发行价格怎么算 发行价格怎么算 发行价格是受到表面利率跟市场利率不同 所以计算出来的 如果表面利率跟市场利率都一样 你的发行价格就100万 你也可以试算 拿我们这个摊销表 Table 3跟Table 4去试算 你算出来的结果就是100万 看 表面利率等于市场利率的时候 你的发行价格就等于面额 好 所以当你的发行价格 发行表面利率跟市场有效利率 发行当时候的 好 的市场有效利率不一样的时候 你就会产生或者折价或者是溢价 当你的表面利率比较高 就会溢价发行 相反的 当你的表面利率比较低 你就会折价发行 好 这是第一个我告诉你的观念 那发行价格怎么算 也一并带进来了 发行价格怎么算 写在上面了 好 那你先判断出来 它是溢价跟折价之后 你心理上就要先有一个抵说 我算出来的结果 会大于面额还是小于面额 这是第一个你要先有 心里有一把尺 免得你算错了 好 好不自觉 好第二个 那我刚开始发行的价格高于账面金额 但是我到时候只是还我的账面 票面金额 我发行价格大于我的票面金额 但是我发行价格 意思是说我跟人家借到的钱 是借到104万 拿这个例子104万4千多 但是五年到期了 这五年当中我正常付利息 但是五年到期我只还人家100万 他多出来 他原来借我104万4千多呢 那4万4千多 我怎么处理 因为在我每次付利息的 付利息的现金当中 我就一部分是付利息 一部分是还本金 所以这个4万4千多的本金的部分 因为我在这当中 在五年当中 有根据我的有效利率去做了摊销了 这就是我的摊销表 好 待会我们再来看 那你的分录怎么写 好 这是Appendance A 这张的附录 这个第10张的附录A 里面所讲的 一 stack 谢谢大家